解放軍今日中午12時起 在台灣周邊6處海域進行實彈軍演 原定至下週日中午12時止 但台灣交通部韓港局證實 今日上午收到消息 解放軍於東部外海染份區域再新增1處 變為在台灣周邊7處海域進行實彈軍演 韓港局強調 解放軍新增東部外海染份區域 最近港口為花蓮港 但仍相距超過70里 船隻只需避開 航船進出不受影響 另據韓港局最新航船報告指出 由8月4日起至8日上午10時 解放軍進行重要軍事演奮行動 呼籲軍演期間相關船隻避開演習區域